醜 我已經講得很深刻啊 那被人家都忘了 那關我什麼事啊 店也不是我顧的 對不對 弄丟了也不是我 顧店也不是我的責任 我還是一個小學生而已啊 蛤 我當然 就在外面跟東西出去玩啊 下輪哥到那邊出去玩 那小孩子出去玩是很正常的啊 因為他又不會叫我回來顧店我們顧 對不對 那一般店都是我媽媽來顧的 一個小學生 就算今天我顧了 計算機這樣會被拖鎖 是不是 所以正常那個應該講說 啊再等我爸了 等我媽媽回來了 你們再來看 以前那個時候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就改成這樣 就是我們小孩子不可以隨便開那個鑰匙嘛 所以那個鑰匙就放在我爸爸跟媽媽的身上 不會說放在一個我們小孩子哪個導致 因為你認了一個小孩子來顧店 你輕鬆會被偷 好 因為小不懂事嘛 你看 我這個老大 就知道了喔 節財三官 所以被打是怎麼樣 應該的 為什麼是應該的 只要你的前輩子不做一些好事嘛 所以弱了你這個黏住 就你大在胸心嘛 那你大在胸心嘛 那你大在胸心啦 就不得 爸爸的 所以家裡面只要有什麼發生什麼風吹草動 我想躲都沒得躲啦 因為給比較深給比較癢的 又不能說那時候又不流行離家出走 這個就是一個我們去體會 前輩子的因果業力 你帶到這一輩子來 絲毫不爽 發生一個事件 為什麼我弟你不被處罰 我就要被處罰 因為他的黏住沒有今天才上官嘛 那黏住我記得就是 這個正財比肩嘛 是一個比較好的修術 所以他就比較不容易呢 會造成 跟父母之間這種 不好的這種 業力 持續的衝突性 所以我們從這個集中心來論斷 要來了解整個的發生命牌 各位上到第二堂課而已 因為這個發生很難學嗎 就是這麼簡單一個概念而已 了解你的特性 了解你的集胸心 是旺還是帥 如果你的八字命局裡面有胸心 又有旺 像我提過了 我們那些詩節 那種偏印有三關 像我常遇到 偏印得了 然後附近後裡面錄三關 告訴各位 你要兩次體上的婚姻的機密 有百分之九十 不管 你所認證的男朋友多愛你 不相信 你就跟他結婚看看 三年內保證你老公會有外遇 然後把你放棄掉 我偏印三關 男生當然就不一樣 男生當然就不一樣 男生另外一個論述了 因為這個婚姻感情 男幻跟女幻 可在乎歷史跟不一樣 這樣了解嗎 所以 女幻只要命局裡面 同時有出現偏印跟上關 而且偏印三關沒有被製 什麼叫被製呢 我們下一行客呢 會跟各位談到 因為老師你再強調 為什麼會有旺衰 就是因為有身客 所以有身客就會產生旺衰 我們下一行客就會來跟各位談 十個脊胸心宿之間的 身客戶重關係 然後產生怎麼樣的一個旺衰變化 像你中間的這個命盤 按你來講的話呢 他的脊胸都是旺 旺沒有被課 知道嗎 對 好像腿胸沒有被課 顧心沒有被課 失業運 這是胸心對不對 反而有被課 所以脊胸沒被課 胸心有被課 所以呢 當然就是旺上旺 家旺其上家旺 這樣了解嗎 所以為什麼說他的命是個好命 所以 你們要是發現你的命局裡面 聽老師講說 啊老師 我有偏意我有三觀 那怎麼辦 是不是要開始回去要準備離婚了 還沒有啦 因為 這裡面就要什麼 身客忘帥 很可能你的偏意被課 很可能你的三觀被誓 那個胸心就很弱 最終就怎麼樣 跟老公偶爾吵倒水逗逗下 這樣吵鬧吵鬧而已 會不會嚴重到離婚 不會 這樣知道嗎 可是如果他當了他很旺的時候 你不要特別小心 他那個離婚的比 這個比例值就非常非常的高了 所以我們都很喜歡問說 老師啊 來看一下我這個婚姻怎麼樣 有什麼在傍僵折婚 這個對我來講都很危難 可是我們準備要結婚了 老師幫我把這個男朋友 你給我抹一下 一頭我到底要怎麼講 上面變紙不可以離婚嗎 哈哈哈 其實都可以看得出來 都可以看得出來 都可以看得出來 完婚當然 因為完婚有一個什麼影響改變的 大運 對不對 你25歲結婚跟35歲結婚 欸差了10年欸 那10年 我們的大運群術是五年就轉 轉一個新術了 那個新術 還是一個深刻婚出來的觀念啊 但你這個大運在走的時候 這個大運的新術 會不會對這個 你命體裡面的這些新術 產生生跟克 加分跟減婚的作用 會嗎 現在比較問題一點就是說 好 他們可能有個胸心 你在25歲結婚 你要放一個角度來看啊 你在25歲的時候 你這個胸心是有被克住的 過到25歲以後啦 你這個胸心呢 沒有被克了 為什麼可以論說 你一定會離婚 就這樣再看啊 你這個大運裡面 你這個胸心有被克住 所以你來結婚 25歲到35歲 是沒問題 可是過了35歲 是換另外一個大運新術了 你這個胸心也被克了 趕快被加分 所以我們可以從八字一集去認識一個人 那種急心旺衰的變化 是不是這個大運會加進來影響 讓你這個心速的旺衰呢 在這個大運 呈現不同的這種旺衰 分數高低的變化是做出來的 所以今天研究八真命理學呢 因為簡單的概念 就是告訴各位 你的急胸 急心 在這個命牌裡面啊 還有受到這個大運的影響呢 最好都是這種 被升的被加分的 你就考慮 事事順意 那 不希望你的胸心 那反過來講呢 如果你的胸心 那你就要趕快怎麼樣 趕快來做改進的功課了 那個時候呢 所以有時候八真命理學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性 大家要建議起一個 這樣的一個觀念 就是說 很多人講說 到處去算命 到處去算命 有沒有用 根本就沒有用 一個簡單的概念就是 你現在生了病 到處找醫院去檢查 你這個病會好嗎 不會好嗎 所以到處去算命 任何的命理老師 只是像一個醫院的檢查師 檢驗師 告訴你說 喔 你有這個胸心 你會離婚 你事業醫院會破產 就是這樣而已 知道嗎 就是每一個命理老師 包括以後你學會了這個八真命理人 你也衝擊這樣 是一個什麼 一個人都告訴對方 你的急性在哪裡 胸心在哪裡 比較像你是一個醫師的檢驗師 這樣而已 你有辦法幫對方來疑病 你有辦法幫對方來改運嗎 你抱歉 沒有辦法 世間任何的一個命理師 包括什麼超級的大師 都沒有辦法幫你改運 這句話是我講的 知道嗎 這句話也是 歷代的這些聖賢者 講下來了 如果有任何一個命理老師 跟你講說他可以幫你改運 很簡單 他就是什麼 詐騙機 知道嗎 沒有任何一個命理大師 能夠幫任何人改運 沒有辦法 他只能告訴你 你哪有急運 哪有雄運 那要告訴你很簡單 你們出街寫完 你們就有這個功能 那問題來了 誰 才能夠幫你改運 點一下 只有一個人可以幫你改運 誰 自己 自己 大家了解了嗎 所以不要去相信那些 如說八道神奇鬼怪人 你以為買個天珠 買個手鍊 買個什麼叫改運的 那個什麼 五萬塊十萬塊了 那叫什麼 那叫掛牌的金光堂 我常常講那些命理老師 為什麼以前 告禁我們 不要隨便去算命 越算命越保 為什麼 十個學命 對命有興趣的 大家蒙新之位 你們看看你們有興趣 來學八字 通常不是有三個人 就是有對命 不然就有劫財 通常都會有這三個心數 所以你看 會盡到命理老師了 就只有這三個心數 都不騙你才怪 老師也有劫財 我也有相關 沒有 沒有 一定是 親自變革 親自變革 親自變革